我在內地有認識很有力的朋友 就是我要從內地 好像是上海的機場 你也知道人多少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你明天回去是不是 我說對 他說 我幫你安排特殊 那個特別通關 我說真的假的 他說沒錯 你只要到那邊 譬如說報說林總 他說他就會讓你 不用排那個大人群的那個關 你就這樣走旁邊那個道路 真的喔 然後我想說 不可能有這麼照的事吧 然後後來那天 我就跟我老公到機場 然後就好多人 然後我老公說 要不要去問問看 因為那個 那些海關人看到我們 也沒有覺得我們好像是有特別安排的 然後我想說去問問看 我就過去說先生 先生 然後那個警衛就這樣看 我說什麼事 我說那個林總有沒有安排 他說什麼林總 安排什麼 我說那個就是我是小S 就是特殊通關的 他說什麼特殊通關 完全拍對 完全 然後我老婆就說 我老婆就說 寶貝算了啦 對啊 算了啦 我都算了屁 我說還不是你叫我問 不是 因為林總的兩次聽起來 很普遍 就很難罵 你起碼要拿一張名片出來 問十五個字的代碼 他聽到 通常這個應該要有人帶了 如果是這樣子 都是在 你在出登機門的時候 而且你怎麼會去跟一個警衛講 因為他是真的那個怪 警衛講的 人搬不叫人搬 你知道我講的是我 沒有多大的勇氣啊 你看起來就是很硬邦 我就說林總 他還說什麼林總 你應該要跟你講 林總只是一個要就是整你的 因為他看康熙海 你都在整大整 他幫大家出一口氣 我跟你講那個火鍋店 跟林總這個事件 是我人生最糗的兩件事 林總最糗 你不要再幹這種事了啦 我跟你講 這種事一定要是他本人出現 然後他本人陪同你 這樣才是 就像機場也是